韩联社7月16日报道称 据韩军多名消息人士16日透露 韩国政府计划紧急派遣空军空中加油运输机 接回发生新冠集体感染的海军青海部队 第34梯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的所有官兵 韩国政府考虑安排舰员弃舰回国 同时派遣两架空军空中加油运输机KC330 前一日派驻海外的海军青海部队第34梯队 文武大王号驱逐舰的6名官兵确诊感染新冠 确诊病例和其他80多名有症状者均被隔离在舰艇内 由于舰艇内密闭空间多且通风换气设施均相连 加上舰上官兵均未接种新冠疫苗 引发大规模集体感染的可能性较大 此前预告要来南海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也出现了疫情还闹出了人命 由一名水手自杀 目前其遗体已经被转移到航母一架舰在机上 航母上出现约100例新冠阳性病例 编队中的几艘战舰也受到了影响 英国太阳报称 打击群中至少有一半的军舰出现了新冠阳性病例 本月初英国护卫者号驱逐舰在黑海 刚被俄罗斯狠狠教训了一顿之后 该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媒体面前公开放话 称要派出航母编队经过南海以展示防御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